爱的回归 父母恩情海洋深 当父母年事占高 健康衰退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以爱去回归 去满足他们新心灵的需要 让他们安享梦福的夕阳税务 爱的回归 Eva 刚刚在护理院遇到你 你来探谁 我是来探我舅舅的 她住在这间护理院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你呢?来探伯母吗? 是啊 我妈住在二楼 住了三年了 我还记得伯母以前很活跃的 她住在护理院那里会不会觉得很闷很无聊 以前我妈天天都坐过师兄去唐人街那里 读英文啊 参加小组啊 下午又有些朋友喝茶啊 哇 生活多姿多彩 几开心啊 不过中了风之后呢 就要靠着个walkers 走路 24小时都需要人来照顾 所以就入住了这间老人院了 啊 没有了以前那些这样的社交生活啊 我还以为她很难适应啦 啊 怎么知道进来狐狸院之后呢 没有以前的社交生活 我以为她很难适应啦 哇 但住了之后我发觉原来在狐狸院里面有很多节目的啊 一点都不寂寞呀 我舅舅和百母没入狐狸院之前 那个生活就刚刚才相反 她呢 之前留在家里那里 就是看电视啦 看着报纸啦 又没有外出外去跟那些朋友玩玩 你知道吗 我舅舅还整意笑她呢 说她是一个自闭的孤独老人 真是想不到他住了狐狸院之后呢 竟然有很大的改变 在护理人员的鼓励之下 她们愿意参加当中的活动 还和我的院友有谈有谈 开朗了很多 我生活比在家更加开心 那也好 我妈很好记性的 她知道每一天的时间表 几点做运动 几点唱乐曲 几点玩游戏 一个星期七天都有活动 早五晚都安排好节目 你说她们生活多充实 怎会悶 一点都不会悶 是啊 刚才我舅舅告诉我 下星期她会跟大家一起去行摩 然后就去饮茶 吃点心 她还叫舅母到时陪她去 你知道吗 我舅舅说起这件事 她也很兴奋 其实她们也很幸福 在狐狸院住 难得有工作人员这么识心 来安排这么多节目给她们 坦白说 我们的家人 根本有时都没办法做到 爱的回贵 各位听众你们好 今晚又是 爱的回贵的节目 开始了 刚才我们在短剧当中听到 原来护理院的头边有很多节目 到底她们是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今晚我们请来 云基会理中心的两位女士 来接受我的访问 因为就是康乐治疗师Ella 你好 你好 多谢你来 还有就是一位年轻的康乐治疗助理组长 Johanna 你好 多谢你 我想你们两位在这方面 很资深的 现在我有点问题 想你解答 刚才我们听到一个短剧 有一个人在外出本来是很活跃的 我怕他进去住 里院就说下门死他了 不是 另一个人就说 他近时在家里 什么都不外出的 没有朋友的 以为他进来 又是这样静音音在访 原来他又不是 原来又鼓励到他参加很多活动 我想问一下 到底 你的名称是 康乐治疗师 对于康乐治疗 那个概念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用康乐的活动 来帮助他们恢复 或者保存他们以前失去 因为某些病的过程中 失去了那个功能 那就是经过我们的康乐节目 去恢复他们 让他们自己对自己有点信心 还有继续可以享受他们以前在外面做的事 这个对他们身心都是有帮助 是的 好 那我又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举些例子给我听 因为如果就只会以听来 康乐治疗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但我想如果你一举了些例子 他们就会 哦原来就是这样 那些节目就是这样的 最轻易举例子给我听 有些什么的节目 比如说个人的小组是怎样的呢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节目 所以我们有那些住客很喜欢做运动 所以我们有那些每个日 我们有那些住客很喜欢听音乐 所以我们会请很多人在外面 他们会有表演 我们会教那些教琴 我们会唱歌 有画画的节目 所以你看全部我们的阅历 我们会 cover全部人的interests 就是很多方面不同的兴趣 是的 那我想Ella 我想你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 策划 策划这些节目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 在你策划的当中 你是怎样根据什么的原理 来去策划这些活动的呢 其实呢 每一个住客 就是第一步踏入我们荣基 或者趣境那里 我就会立刻去 跟住客联络 如果他们不可以跟我沟通 我就尽量或者跟家人联络 究竟看一下这个住客 究竟以前喜欢做些什么的呢 因为我们很想他仍然可以继续在这里 做回他以前做的事 所以我每一次做这个care plan 每一个计划是很个人的 就是计划计划 计划计划 因为我们一定要不是 因为人人都不同的嘛 还有呢 如果他们失去了哪些功能 也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那我们我就会是根据 最重要就是根据他的兴趣 和他的能力 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就希望安排一些节目 他可以去那里继续享受 这一个经验 所以你就是去了解 明白每一个的情况 才去度身定做这个计划 我不会说 因为我们今天 荣基今天还是做 做Bingo 还做这个 活运动 原来这个婆婆 她或者眼方面看不到的 原来这两样都是要去看才做到的 那就是好像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会改变 去做其他节目 或者可不可以利用她的听觉呢 如果这个婆婆 后来我找到 原来都是喜欢听大戏的 那我就会尽量去安排 那五官里没有失去的那些功能 就是在那方面 继续让他们去培养其他兴趣 那我就刚才听你这么说 个人既然有她的独特计划 那你是不是会派一个人 去跟单独一个院友来这么做呢 或就是你仍然是 整组的有安排这些节目 是鼓励她去参加的呢 最终目的我们希望 是鼓励到他们出来参加的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 有些院友 因为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有些 就是有些婆婆 就是他们常常都在家 只是对着家人 或者可能没有学过有些什么兴趣 他们最终目的就是煮两餐饭 或者和照顾孙 所以他们就不太知道原来 什么有冰果这些东西 我从来都没画过画的 所以就慢慢去了解他个人 我们一定职员来说 任何职员都好 不仅是康乐组 我们就要让我婆婆 跟我们很认识 大家可以做朋友 一路一路去鼓励一下他 日日去探访他 他们对我们就觉得 渐渐觉得他真的 原来都是当我好像朋友 一个很熟悉 慢慢就带他出来 做下其他节目 和一些小组 还有我很多时候 鼓励其他住客 大家可以做朋友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的老人家心里面觉得 我进来老人院 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了 但是我经常都会鼓励他们 不如去认识一些新朋友也好 最重要是 譬如那些谎言都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台山话 有越南话 有福建话 就算有些华侨来了很久 原来只是 都是讲一下英文 所以我们就尽量 将他们集合在一起 让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在家里那样 就是在家里的感觉 有些人跟他们说 他们自己的谎言 和兴趣 我想这方面 你说老人家 以前的中国老人家 是不会去玩游戏 是不会参加运动的 所以有些东西 从来没有做过的 都是很新的 所以他们一方面 有时候不敢参加 或者我觉得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Joanna 你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 第一个东西 我们会听是 我不懂 我不懂做 所以我们 我们开乐组 会跟公公和婆婆说 你看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人不懂东西 他们很怕 所以我有一个 我记得 有一个婆婆 每次我知道 她喜欢画画 但现在她的手 不是那么好 她动是很慢 然后她有时会震 所以她说 我不参加 我不懂做 现在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要记得 做东西 不用看是好不好 是一个process 所以 over time 我们 你认识她 我们做不同的东西 to build up 她的手的力 and then 刚刚 我们给她的筆 她也有 所以她也动 一点 所以她自己知道 我有一个 我现在 得做这个节目 在做 所以她很开心 我想 老人家 她也跟沈根姐一样 你越不懂 你就越害羞 我做了别人 看到我 做不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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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励他们 我想 都是很重要 就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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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已经是 可以忍你的兴趣 再去鼓励一下 初步 个个都是 如果我不学过的话 我也是 做得不好 所以 你说 那婆婆 她已经会画画 不过 现在她的手 功能不好 或者 再训练她 再用她的肌肉 然后 链上一支笔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是的 那这方面 是很好的 还有 我补充 就是 因为 康乐节目 而且 老人家 进来老人院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失去了 他们自己 可以 选择的权力 所以 康乐组 我们所有的康乐节目 我们就是去跟老人家 邀请她出来 邀请她 因为他们觉得自由 选择 如果他们说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 很耐心鼓励了 几分钟也好 他们都说不来 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 希望我们天天去鼓励她 或者我们直接带个节目 拿去她的房子 那里做 跟她一起做 让她 渐渐提起兴趣 因为最重要是 不要强迫他们 越强迫她越不喜欢 她就越怕 是的 所以这个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个人 我想你们的内心 和爱心是很大的 是的 但是我想 就是经过去帮她 劝她 鼓励她 看到她做到的时候 我想你们会很开心的 对吗 你的成功 很开心 看到她今天可以做到 他又开心 就是你又开心 是的 是的 我又想再知道更多 刚才听到说有运动 运动我想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正常人 年轻人都要运动 所以这些公公婆婆 早上会做运动 如果坐轮椅 做不做到的 做得 所以我们会 转一下运动 少许 所以我们知道 她们可能 她的脚 又不是有那么多力 所以我们会 告诉她们 做多些手的运动 做 动的颈 动的肩膀 动的手指 但是 有时我们的 adaptation 我们会想是 很多人 不会想得 所以 比如说 人们不懂得 用的 他们很喜欢 踢球 所以他们很喜欢 我见过坐轮椅 她有时都可以用她的脚 可以的 那个波没那么重 是的 没错 像气球那样 我们用气球的多数 踢一下都是动 或者沙滩波 很轻的 很轻的 我们的专业 就是说 懂得如何 去安排 计划 那个节目 令到她 在不知觉中 其实已经进了 运动 已经进了 对 已经进了 运动 是的 还有什么呢 你说 Bingo 是吧 是的 我想中国人 这些老人家 未必玩过Bingo 其实我们还有 Bingo 有很多节目 都可以 训练一下 他们的脑筋 我们有很多 就是怀旧 怀旧那些 以前的节目 譬如好像 上海滩 有些在上海 来的婆婆公公 他们就 真的想起 以前上海滩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也都自己 我们的部门 当然做了很多 研究 跟他们可以一起谈一下 我们就带领其他住客一起谈 因为有些人 或者以前都去过上海 说一下说一下就 说一下说一下 不记不过 有整个小时了 那你这次说到上海滩 可以下次是说冰头花园 没错 或者电车 熟悉的东西 说到的话题就很多了 是的 我记得有一次接触过一个老人家 他就以前原来开电车的 哦 那说起就很多老人家 都记得 二十几三十年前 香港暴动的时候 他就说他的故事给我们听 那个都很开心 其实目的就是说 让他们聊天 没错 因为如果坐在房子里 没人对着他 那时候 口合起来 是的 但是一谈一讲的时候 你问我 大家不注意见受 那那个心情是开朗很多 在现今的世代里面 神仍然行很多的神迹歧视 由远东广播 非常制作方所制作的 《爱在吴家》节目 会带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见证 虽然在人看下去 是没有出路的环境当中 他们仍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度过这些难关 记得星期五晚上 九点到九点半 收听我们《爱在吴家》的节目 我想问 他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呢 我想最喜欢的节目 老实说我们中国人 每个人都很喜欢吃东西 无可口非 点心 如果是广东人 每个人都喜欢吃点心 因为我们的中心 也有很多上海人 北京人 甚至台湾人 他们就带了很多饺子给我们 那些经验 我记得有个婆婆 说我们给一些皮 她自己搓 好像快到不用一 几几秒钟就搓起整个 很开心的感受 所以你说那个吃 不单止是吃到口里 还是做到那个吃的时候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 烤热的节目 很多高峰和婆婆 他们懂得打蛋 他们懂得发那些面粉 所以我们请他们每个人 有一个东西要做 我们全部齐了 弄了 在一个时间 会有那些曲奇饼干 有蛋糕 有叉烧包 叉烧包有 有吃 然后他们有机会 试一下吃 请那些家人 请他们的朋友 请那些护士 所以他们都给东西 很多时候 他们来了这里 他们没有机会给东西 所以这里是一个方便 机会给他们 我想这个是 又是大家分工合作 然后做成一个成果 可以大家享受 我想这些姑婆 在家以前很擅长煮饭 很擅长煮饭 不过来到没有机会 有一些做 有一些吃 难怪这个节目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吃东西方面 吃东西的节目 都有很多种的 有些就是我们最流行的 就是点心 我们每个唐人都喜欢吃点心 很多都 我们就很困难 带整个中心的人 去唐人街吃点心 但是没有人阻止到 我们可以把唐人街的点心 拿回我们自己的荣基中心 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变成一个茶楼 有四个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住客 我们会找仪工帮我们 在我们的节目 家人帮不帮忙 家人有帮忙 很多时候我们会 跟他们聊 告诉他们听 我们要 他们要 探望他们的妈妈和爸爸 参加我们的节目 他们会有时 在里面的 看乐节目 他们会帮忙 所以我们会做那些 例如公仔 每个月 我们的义工会来两次 然后那些家人会记得 他们会看的义务 然后他们会在那天 回来 帮我们 实在 Ella 你做过最高指导 然后下底人 就好像做人家帮忙 再下底有家人 有义工 实在要很多人帮忙 很多人 有这么多节目 这么多层楼 一个星期七天 早五晚 哇 真是无数人 好像说 如果是唱歌 弹音乐 有外来请回来表演 有很多外来请回来 我们就看看 一些需求 譬如新年 或者请 出面唐人街 看看有没有音乐 有没有 肯定有没有 其实刚刚说到新年 其实很多节目 我们都邀请家人 来跟我们参加 尤其是农历新年 我们整个中心 就是叫家人报名 和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喜庆 出名 出名 我们不仅是我们开学组 就是厨房 厨房 厨房 全部家人和护士 他们会帮忙 我们会做圣诞节 所以我们会邀请 圣诞老人 聖诞老人 进来 有派礼物 我们会 有手工 焗饭吃 我们会全部吃饭 喝饭 我们会 开晨诞节 开晨诞节 对啊 Stampede呢 Stampede有啊 Stampede年年 Stampede 我们就是 自己做牛仔节的节目 差不多年年 我们都很幸运 请到一些 外面西人的外来团体 来跳那些square dance 或者教我们跳牛仔舞 很开心 是很开心的 还有我们自己 有我们注册的营养师 还有厨房呢 我们其实呢 在Stampede那十天 我们每一层楼 我们都要上去做 这个pancake breakfast的 哇 有pancake 不用出去排队 不用出去排队 等他们呢 就是我们一定 跟他们一起应接 所以这个又是 进来荣基之后 不是等于 他们全部 从外面的东西脱节 我们尽量是 跟我们外面 街的没什么分别的 那是很开心的 是 8月15日 有没有什么 当然有月饼吃的 有月饼吃 是的 有月饼吃 所以每一天 早午晚都有 然后节日 按照节日来说 又有庆祝 所以他们真的 很幸福 很开心的 在这几方面 我想 Ella 就说 有一帮好的员工 一帮好的员工 一帮家人 大家合作 是 其实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都是为了 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家 希望去 各个开开心心 对了 就是身心都愉快 是的 这个是真的很好 所以不用怕 入护理院住 不会悶到你 发芳的 一定不会 那么多人 为你安排节目的时候 所以 怪不得 他们说 他们很记得的时间表 他们说 很记得 告诉家人听 什么时候 什么你都来啦 是的 是的 他们出外 可不可以 家人参加吗 可以 可以 其实都需要帮手 我们其实都很 很鼓励 一些家人参 一起来参加 因为我觉得 最终目的 就是 真是一家人 不是进了老人院 就完全跟家人脱节 是的 好像在家里 如果跟爸爸妈妈 一起出街 还有好像沈本姐 一样 只是家人带她出去 都是一个人对着她 但是整班 整个好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是好玩的 Joyana 他们出去的时候 你需要持续跟他们去的 是的 所以 韩乐会和他们 他们会准备 这些仪光 会跟一个婆婆 他们会 建立那个 relationship 所以 almost like 跟朋友出街 那个乙工 会帮我们 准备 全部的东西 帮他们 选择 东西 帮他们 去店铺 看看 很多时候 Ella 说了 我们家人 会参加 他们会帮忙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来 他们去那个节目 他们的家 他们的妈妈和爸爸 会开心一点 and有多些机会去 是的 所以 好像大旅行 是的 但我想你们 就会工作很多 要安排车梁 是的 要安排义工 差不多一对一 这样 来到去照顾他们 安全也是很重要 玩得开心 但又保持安全 不过呢 做任何东西 我觉得是很值得 因为我们跟着 有些公公婆婆 他们在院里面 可能真的 不是很喜欢吃那些东西 或者心情方面 当他们出到街 哇 原来 可以吃到这么多的 大家一起吃 那就是开心 是的 很感谢你们两位 如果我是公公婆婆 就说 不怕 有什么瓶机 我不悶的 你们有这么多东西 我也想参加 一定不悶 所以谢谢你们 所以康乐这个活动 在护理院 实在是很重要的 再一次多谢你 Ella 多谢你 Joanna 多谢你 给我们很多的资料 给我们明白更多 好 再见 多谢 再见 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 华人基督教 荣基护老会 赞助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